念诗驻北纬23度 东京121度 侯国君图像创作展 本展描述高雄海洋之都 从子最精迷繁华城市地景 渔村渔民补物与文化传承 原乡人的客家风情 透过20首台语诗的图像创作 娓娓地表达出对高雄的情怀 展览主题定调为 念诗驻北纬23度 东京121度 这样的一个展览主题 那会定调为这样的主题 是因为念这个诗诗二十字译 那主要这是本次的展触内容的 创作文本的一些发想 都是来自于高雄的地字诗 因为由中山公商林文平老师 所提供的授权的一个地字诗 主要是里面是包含了包罗万象 包含全台湾的一些地字诗 可是我精选了20首 关于我们高雄的一个 有关的一个诗的诗意的部分 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做这次的展触 是因为做这次的创作展览部分 是因为我觉得文化这部分 事实上是需要不断透过教育来做分享 念诗驻北纬二十三度 东京一百二十一度 以林文平老师的台语文地字诗为蓝本 侯国君结合拼贴语插画手法 表现出诗中意境之美 在视觉上呈现鲜艳的色彩与丰富的图像 将优美的意境表达出来 让更多人认识高雄这块土地上 历史 风土 雾后 生活 情感等种种回忆痕迹 史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峰 高雄采访报道